买了第一台特斯拉以后 为什么我还要执意在买第二台甚至第三台 作为买了三台特斯拉的老韭菜车主 虽然他一降价我就喜提三个快乐 但开特斯拉的体验真的远不止快乐这么简单 今天小姨就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聊聊特斯拉到底都有哪些让我欣赏的地方 而这些地方又是不是你选择特斯拉的理由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特斯拉的驾控感受与加速性能 都说每个男人的一生都绕不过一台宝马三系 但我想只要你开过特斯拉以后 真的就再也不想开回任何油车了 当然并不是说油车不好开啊 因为开惯了特斯拉以后再去开其他车 总会有一种反应慢半拍 晃晃悠悠类似开船的感觉 还有就是特斯拉自身牛举大 无论是去通勤还是长途自驾 店门都是随踩随有 要不都说特斯拉就像个电耗子 总是在马路上窜来窜去呢 其次第二点就是特斯拉的科技感与辅助驾驶能力 从外观设计内饰风格 即使是上市七年之久的老款Model 3 放到现在依然看起来不过时 而最新爆料新款的Model 3 除了外观的变动也将仅配挡杆 采用新款Model SX同样的屏幕换挡方式 并且方向盘也换成了类似三米同款的德格方向盘 另外更重要的是 无论相间小路还是高速道路 只要车机屏幕上出现了灰色的路级标线 与灰色方向盘图标的时候 都能下播两下挡杆来解锁AP辅助驾驶的独享乐趣 尤其是跑高速的时候 你觉得香不香 还有就是每次AUTA之后更新的新功能 是不是也会让你对它有所期待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特斯拉的安全系数 虽然外界特斯拉刹车失灵的谣言满天飞 但在国内外权威的安全评测机构中 全都取得了五星安全的好成绩 只有车主才真正知道它到底有多安全 无论是主动安全抢方向盘的惊险瞬间 还是被动安全扎实的车身用料 都是我选择特斯拉最重要的原因 虽然特斯拉的价格忽高忽低 但它全国统一的售价 几乎为零的营销成本 坚持用科技降低生产成本的理念 也是我欣赏它并选择它的重要原因 那么你是出于什么原因 而去选择的特斯拉呢 买了这台大玩具以后 你又有没有后悔呢 关注小一 下期聊聊特斯拉的十大缺点